I'm not ashamed to all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一粒麦子死了,怎么能产出更多的粮食呢? 尼尔今天中文版的《走过圣经》将学习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十二到二十六节并回答这个问题 下面我们先醒来念一下 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 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 和尚那,奉族民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 耶稣得了一个驴居就骑上,如经上所记得说 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居来的 这些是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之后 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 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行的 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十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 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 众人因听见耶稣行的这神迹,就去迎接他 华利塞人彼此说,看啊,你们是徒劳无益,世人都随他去了 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 他们来见加利利和塞大的菲利求他说 先生,我们用意见耶稣,菲利去告诉安德烈 安德烈从菲利去告诉耶稣 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我实实在在里告诉你们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的,能就死一粒 若是死的,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上生命 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远生 若有能服侍我,就当跟从我 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 若有能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 那么在上一次课当中 耶稣在伯大里,在麻风病人西门的家里 玛利亚用昂贵的香油高他的脚 他这样子做,是为了准备耶稣的尸体买账 那么我们注意到,这发生在我们所说的星期六晚上 但犹太人称他为一周的第一天的开始 因为约翰将那一天确定为是逾越节前六天 而那一天的逾越节,则是在星期五 现在到了第二天,这将是一周中第一天的一个部分 耶稣正从伯大里前往耶路撒冷 那么约翰福音省略了耶稣告诉他的门徒 要去取他要旗的旅居的故事部分 那么来耶路撒冷过节的一大群人 听说耶稣来了,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 把太福音告诉我们,他们是把棕树枝扑放在地上 这是凡事和政要进入城市时所受的待遇 群众还高喊着和山那 和山那是祈祷喜悦的呼喊 呼求主眷顾他们并拯救他们 他们还喊道,奋祖明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 那么这是影院的诗篇第118章26节的 他说到奋耶和华明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 那么这是一篇关于弥赛亚的诗篇 因为在前面的第22到24节当中我们读到的是 匠人所弃的石头,移成了环角的头块石头 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那么也因此随着群众的呼喊 他们就宣告了耶稣是以色列的君王是弥赛亚 那么他们怎样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 这是因为纳撒路从死里复活了 当时那些目睹他的人 在耶路撒冷着围着船拨开了这个事情 但是即使在这一天 他们当中许多高喊耶稣是王 但是当王国没有像他们预期的那样降临时 在不到五天之后 这些人中的许多人很可能也在高喊着要 钉死他,钉死他 那么在第十四节说到 耶稣找到一头小驴居 他就骑在上面,并应验了预言 那么现在如果你将这个故事与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路教福音进行比较 约翰福音似乎是没有按照时间的顺序 向我们讲述了这里的故事 因为他看起来是耶稣在中树枝展开之后 才骑上了驴 而其他的三本福音书则相反 那么当我们阅读这些福音书的记载的时候 最有可能是约翰福音给我们的故事 是没有按照时间的前后顺序来记载的 因为他为了避免要打断叙事的流畅 这里我们并没有得到明确的时间的顺序 但他们所包含的内容是一致的 也就是耶稣骑着驴子进入了 耶路撒冷 这也是应验的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中的预言 那么在那里预言说到说 西安的名亚应当大大喜乐 耶路撒冷的名亚应当欢呼 看啊 你的王来到你这里 他是公义的 并且施行拯救 千千何何的骑着驴 就是骑着驴的鞠子 那么 在当时对于犹太人来说 驴是一种凡家的动物 在列王纪上的第一章三十八节 我们读到了 所罗门就骑着大魏王的驴子 把他带到了基顺 那么耶路撒冷这里 似乎是很多人都在跟随着耶稣 所以法利撒冷所做的就是一事无成的 那么如果法利撒冷想要杀害耶稣 他们将不得不在能民当中诋毁他 我们从其他福音书中知道 法利撒冷在这方面也没有成功 所以他们就别无选择 只能是在往上远离人群的时候逮捕了他 回到第二十节 一些希腊人来到菲利面前 那么菲利就是我们在第一章中 遇到的耶稣的门徒之一 他们就问说能否去见到耶稣 我们不知道这些希腊人是谁 但可以肯定的是 这些人是听说过耶稣的外邦人 并且很可能目睹了耶稣凯旋 进入耶路撒冷的故事 那么我们也不知道在这里读到的内容 是具体发生在哪一天的 但是该事件肯定是发生在逾越节之前的 那么菲利就去找彼得的宣定安德烈 两个人就去告诉了耶稣 耶稣没有给出肯定的回答 也没有给出否定的回答 所以说我们不确定这些希腊人 是否真的见到的耶稣 耶稣回答到说 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 在约翰福音当中一直使用的是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个短语 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当中使用了这句话 当时他不想再加纳请神级 那么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和约翰福音第八章当中 用这个作为耶稣逃离能取的原因 但是现在是时候到了 耶稣要为他的养生命 除去他们罪敌的时候 因此在一周结束的时候 他就会心甘情愿地被捕 并甘愿在十字架上而死 那么为了说明这一点 耶稣就用了麦子作为比喻 如果说一粒麦子 没有被埋在土里 它只是一粒 它也不会产生什么 但是如果将它埋在的地里 被泥土覆盖 意味着是死去的 它里面的生命培养就暴露在土壤的养分当中 它所产生的不仅仅是另一粒的小麦 而是会生长并产生出更多的小麦的 那么耶稣当时所说的是 当他在这个地球上的时候 人类仍然在罪中 没有任何远生的希望 这将需要他的死 为罪付出代价 也就是为罪乃赎罪的 这将产生新的植物 进而又会产生新的果实 而这正是耶稣的死所成就的 耶稣付出了罪的代价 并复活了 他的教会是他所产生的植物 而在这个教会中的 聚集的人就是他的果实 想一想看 从一个人那里 许多其他人属灵的生命 都得到了保障 耶稣在结束这一部分的时候说 爱惜自己生命的人将会失去他 而恨自己生命的人 会保留他们以获得永生的 那么耶稣这句话 有双重的含义的 第一个含义与耶稣有关 如果耶稣爱他的生命超过他重视人类 那么他就不会为别人去争取生命的 但如果耶稣恨他的生命 也就是他愿意放弃他 那么别人就可以获得永生 第二个含义是我们通常如何应用 耶稣这里的话语 如果你爱今生 胜过爱神 你实际上会失去你的生命的 这意味着你会失去你的属灵生命 因为你将永远被抛在地狱当中 但如果你恨你的生命 意思是你看中上帝 胜过你自己的生命 你将会在天堂里 与上帝永远在一起的 那么如果有人要试问上帝 他们就必须要跟随基督 试问基督 如果我们这样子做 天父就会荣耀我们 让我们在天堂有着一席之地 好 今天我们的学习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将在明天回来继续接下来的学习 希望大家到时加入我们 再见 请不吝で lift 谢谢观看